南韓飆出恐怖高温 轿车停在户外 宛如大型烤箱 南韓媒体实测 在大太阳底下 把车窗关起来 停放20分钟之后 车内温度飙到35度 巧克力当场融化 再过10分钟 50度高温 让汉堡糖果融成水状 经过50分钟 车内温度飙破60度 短短停放一个半小时 放上盘上升到62度 徒手摸下去恐怕会烫伤 仪表板更吓人 飙出82度高温 打火机放在上面 突然炸裂弹飞 专家提醒开窗通风很重要 不只亚洲地区 美国加州也出现 炼狱极高温 导致一名女邮差 在车里热死 也有粗心爸妈 把小朋友放在车内 结果造成悲剧 恐怖热浪来袭 在车里放面包 热狗竟然能烤出美式早餐 小朋友或宠物单独留在里面 当然会有致命危险 专家呼吁驾驶 务必提高警觉 别让炎炎夏日 留下无法挽回的痛